現在出國朝政行 不少人都會選擇去拍 海音室的證件照來辦護照 不過呢 台中有一名林小姐 她拍完之後 拿去了護證事務所要辦理 照片卻被當場給推薦了 理由就是呢 修圖修過頭了 跟本人相似度太低 而護製人員就指出了 其實是有一套人臉辨識系統來比對的 要是數值低於65%的話 第一線的同仁也覺得 這個有落差就會推薦 而一個月呢 至少就有兩三個人被推 直擊護證事務所 民眾想換身份證照片 卻因為修圖修太大被推薦 有人因此氣的 當場把照片給丟了 我說我就真的人去拍的 她就說那你就是修圖修得太誇張 她只是把我調白了 然後把臉上的 把那些磨平而已 沒有到很那個 有點莫名其妙 林小姐因為戶籍地更改 特地花錢 去拍了美美的韓式證件照 但是護證人員卻說 照片跟她本人相似度太低不能用 照片到底像不像能不能用 其中一個關鍵是這一台機器 人臉辨識系統 現場拍照直接進入電腦比對 要是相似度低於65% 就會出現紅字警示 護證人員這時會再用肉眼 如果照片和本人實在不像 就會直接推薦 大概就是女生會比較喜歡把自己的臉修很尖 脖子修很細 眼睛放很大 或者是她戴這個瞳孔放大片 希望她的眼睛看起來比較大 比較炯炯有神這樣的照片 那但是其實這個都不行啦 最近幾年韓式證件照越來越夯 不少業者標榜前後超強對比圖 但是到了護證事務所 修圖修過頭 人臉辨識系統 判讀的相似度太低 這花大錢拍的美咒 只能自己珍藏 沒法用在證件上 記者方品文章一志胡杰倫 台中報導